入八一游泳队 三年后他又转入到八一现代武相队 在经过一年多的汗水血水浸泡后 1989年王炼英在全国现代武相锦标赛中 第一次露面就夺得了个人银牌 当年他入选国家现代武相队 不久就和队友一起 在世界青年现代武相锦标赛中 夺得团体亚军 实现了我国现代武相运动零的突破 1991年王炼英成为中国第一个 突破5500分大关的女选手 登上了全国冠军的宝座 到我们军事武相来的时候 作为这个现代武相队的这个项目 这个领导人家 当然他是不愿意他过来 还是要发展这个项目 作为王炼英呢 他一听军事武相 这是军人的项目 他说我作为一名女军人 我一定要在世界赛场上 表现中国女军人的风格 我这个人的性格吧 就是喜欢挑战 军事武相吧 就是我的新的挑战 所以我依然决定练军事武相 隔行如隔山 对于王炼英来说 军事武相是一个全新的项目 虽然他对这个项目的残酷性 有着充分认识 可还是为他的超乎寻常的运动量和艰险 而感到惊心动魂 500米障碍跑 是武相中最苦最险 连男兵都发出的努力 王炼英经常为他付出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的代价 在进行一次障碍训练的课当中 进行贴纸网训练 贴纸网我们的踢装网 只有45公分高 什么呢 上面是一个铁轨压在贴纸网上 男孩子什么都是欲要动的什么进去 女孩子一般到哪儿都是害怕 都跪着爬进去 她就学男孩子动作 欲要什么 结果重心高了点 当时遥布就创在那个铁轨上 爬在啥坑里起不来了 所以之后来就是鲜血就淫头了衣服 怕了数分钟起不来 1992年9月30日 王练英和一起训练了 十个月的队友们远征瑞士 参加第二届世界军队 女子军事五项锦标赛 与他们一起比赛的 是人高马大的西方军队女兵 而且都有四年以上的训练 根本就没有把王练英和他的队友们放在眼里 王练英和战友们心里都憋足了劲 他们要让西方女兵看看 中国女兵用十个月完成了三年训练量的奇迹 比赛结果 中国队的成绩超过了上届冠军丹麦队 335.9分 一举夺得了团体冠军挑战者倍 他的队友邵文芳还夺得了个人冠军 在领奖台上 王练英望着然然升起的五星红旗 心里除了胜利的机动外 还有对自己只获得个人亚军的遗憾 当时我来的时候 我在我们队的那个训练基础 要比其他人都要好 所以说呢 而且拿冠军那个实力也有 但是呢 练得又特别苦 但是在比赛的时候呢 就发挥得不尽人意 就说得了自己 得了个第二名嘛 当时我心里都是非常难受 王练英的事业之徒是坎科的 1993年 当他和队友信心百倍的投身于 在丹麦举行的第三届女子军事锦标赛时 一些他们虽然事先有思想准备 却万没想到 就会到如此程度的不利因素 再一次击碎了王练英的冠军梦 无情的现实没有使他气馁 反而使他更坚强更成熟了 在这磨难的一年里 王练英的事业却展开了另一朵奇葩 这个运动员的话呢 不光是搞体育型 在文艺上他也不错 1993年 我们国家拍了一个电视剧 叫《神圣的军旗》 当时让他当人主角 刚开始的他也不行 所以在这个林海强的导演下 他不会就练 刚开始上镜头的话也很紧张 但是反复练 反复琢磨 结果这个电视剧出来以后 获得了全国飞天二等奖 他本人获得了优秀表演奖 所以有些专业演员说 连专业演员都梦想了 这个优秀表演奖没得到 所以让了一个体育运动员得到了 所以说他可以从来就是说 温体双冠军这么一个运动员 我知道你的抉择是很艰难的 感谢你 也感谢大队对我们的支持 可别后悔啊 军人冲锋只能向前 不能退后 一年后 王烈英又勇猛地 向巴西第四届世界女子军事锦标赛 发起了冲击 刚一到了以后啊 单位队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就说好像觉得你中国队就不行 就那种好像有一种就是 那种眼光好像就看不起中国人士了 但是我们呢也就为了争着口气 到那以后谁都不跟谁说话 我说我们当时想的 你不理我们更不理你 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一下我们就赢他们很多 尤其是我本人当时也打破了 那个军体理事会的世界纪录嘛 设计打了199块 破了他们丹麦队的纪录 当时他们 我在打的时候啊 他们所有的丹麦人 不管是男的女的 全都在镜子后面看着我打 当时我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在前面打呢 打完一扭头一看的时候 所有人都都在那看的时候 但是打完了以后 我的成绩就是显示出来以后啊 他们就是怎么说呢 还是就是为我鼓掌了 王炼英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冠军理想 这个冠军是他的意志和毅力的集中体现 王炼英在登上了事业高峰后 并没有止住前进的脚步 为了备战1995年9月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他又投入到艰苦繁重的训练中 在罗马比赛中 王炼英不仅以5369分的个人成绩 打破了由他本人保持的 5324.9分的国际军体理事会记录 还和队友邵文芳 宋立芳一起 再一次捧回了挑战者背 王炼英曾发自肺腑地说过 只要祖国和军队需要 他还要在军体事业这条路上 继续走下去